当地时间2024年7月13日 法国浙江同乡会在巴黎华天中国城酒店长城会议庭 同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障县代表团 举行了合作洽谈会 该代表团的成员分别是 中共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常委 州委秘书长向邦伟 中共湖南省股障县委书记滕朝辉 中共湖南省股障县委办常务副主任张清勇 湖南省股障县财政局局长彭继明 湖南省股障县科工信局工商业务信息中心主任田群 湘西牛角山生态农业公司董事长龙凌芝 法国浙江同乡会参加会议的成员分别是 法国浙江同乡会会长于林峰 第九届后任会长胡忠光 名誉会长李瑞鹏 秘书长林国胜 常务副会长徐建武 财务总监刘林恩等 会议一开始 法国浙江同乡会第九届后任会长胡忠光致辞 他首先代表法国浙江同乡会全体同仁 对远道而来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障县代表团 表示最诚挚和最热烈的欢迎 他说近半年来 中法之间各层次的互访交流非常频繁 他很希望能同湖南省各地各有关部门建立互信合作关系 并通过互访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关系 随后所有与会者一同观看了 介绍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古障县的宣传视频 向邦伟秘书长布什蒂向法国浙江同乡会的代表们 做详细生动的解说 激起了代表们的极大兴趣 视频放映后 向邦伟秘书长从历史地理文化文学 风俗人情经济交通等方面 全方位底对湘西进行了介绍 他说湘西的特点可以用六个地来归纳 首先是红色高地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那里是贺龙等中共领导人战斗过的地方 有数万人参加红军 数十万人支援红军 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湘西是精准扶贫首唱地 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 为人类减贫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见证地 湘西也是人文重地 历史十分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 2002年曾出土约3.8万枚勤茧 以文字的形式将秦王朝的历史生动复活 湘西拥有2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俗风情极其浓郁 湘西是生态福地 有一个世界地址公园 三个国家级地址公园 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四个国家森林公园 五个国家湿地公园 湘西是旅游圣地 有包括十八栋凤凰古城 芙蓉镇在内的著名景区 拥有178个中国传统村落 2023年接待了6000万人次的旅客 实现旅游收入564亿元 湘西是资源保地 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 湘西的茶叶有湘西黄金茶 古葬毛间 古葬红茶等 最后湘西是新业旺地 正在构建1加5加X现代化产业体系 把生态文化旅游业摆在首要地位 把湘西州打造成 国内外享有盛名的旅游目的地 湘西是资源保地 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 湘西的茶叶有湘西黄金茶 古葬毛间 古葬红茶等 最后湘西是新业旺地 正在构建1加5加X现代化产业体系 把生态文化旅游业摆在首要地位 把湘西州打造成 国内外享有盛名的旅游目的地 湘西的魅力只有亲临湘西才能体会到 所以他热情地邀请法国浙江同乡会成员 到湘西走一走 看一看 他还引用出生在湘西的中国著名作家 沈从文先生的一句名言 我知道你会来 所以我等 希望法国浙江同乡会成员 你们知道我们在等 所以你们一定要来 欧洲卫视巴黎报道